朱貞昌已經變成 黑蘇產業鏈的動藥五關鍵 為什麼 你自己看 韓國瑜那個時候 我相信韓民軍應該記得 這個舞台上面 我們要講的兩百條 韓國瑜被黑了吧 韓國瑜自己都喊出來 黑韓產業鏈 事後證明這個產業鏈 現在移到行政院 一路從公養梗圖 然後出來什麼焦糖 王套宇 王定宇 那些外面的網軍1450整套的 現在沒有戰爭了 所以他們回去防守了 對不對 回去他們要塞堡壘防守 他們要塞堡壘在哪裡 在行政院 那時候黑到無極限 我就講一個最類似 像這一次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類似的 家人一點點的 韓國瑜抱一個嬰兒 你還記不記得 抱一個小孩子 那小孩子只不過 啊 哭了一下 乖乖乖 這是個很平常的採訪事情 你會不會特別寫在上面 頂多放一個內丘上 內丘上就是自然嬰 你等頂多在新聞內 結果韓國瑜抱了小孩哭了 韓國瑜叫他安撫之後破題微笑 過了 重新再講議題 光一個抱小孩子 被拿來大作文章 兩個多禮拜 每天都在罵 小孩子怕韓國瑜如何如何 一樣 蘇貞昌現在就是這樣 爆發票 爆桶編 買一個桶書 算什麼新聞啊 呼嚕呼嚕的就過了 可是這麼小的事情 會被大家拿起來放大 為什麼 全民討厭他 現在所有的人在黑寒 不是 黑蘇 現在黑蘇風氣已成了 不是 問題是刻意的在黑他嗎 沒有人刻意黑他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有流量 有 rating 有討論度 你告訴我 我跟你講韓濱哥一定有 因為我們都會去別的電視台 或者網路去上節目 我們常常有時候黑到 我自己不好意思 怎麼今天拿來題目又蘇貞昌 後來我們就 有時候我跟製作單位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罵蘇貞昌 我覺得連續罵了10天有點抱歉 我們都有側影之心 因為不像王浩宇 王定宇他們 我們都有側影之心 然後那個製作單位說 就不多說你知道 他把收視率表拿給我 一看 我說好啊 那繼續講 為什麼 因為收視率飆高 我們媒體不就是這樣嗎 大家有討論度 有收視率 我就跟著你談 一樣嘛 網路也是嘛 你沒有東西 網友為什麼要點這個出來 那時候黑函有沒有收視率 有啊 黑函有沒有點閱率 有啊 PTT有沒有流量 有啊 這大家拼命講嘛 因為我知道我PO這個文 下面會有推 我知道我寫了這條新聞 不管是NOW NEWS ETTEDAY 中時電子報 連中時電報都得寫 為什麼有流量嘛 那現在黑蘇為什麼 有流量啊 好多人看啊 照理說 你看所以蘇貞昌為什麼 前幾天 不要說 不好意思我們說蘇貞昌 為什麼PTT被接到指令說 不要再談暴同便的事情 對回文 對 因為那個是柴火啊 現在全部的柴都會療原 都療原了耶 這個地方PTT如果不擋下來 不過這聲音又燙得不知道 翻過了 代表什麼 我千萬有問題 PTT比較偏南還比較偏綠 綠的嘛 是啊 所以代表什麼 現在黑蘇不是1450的問題 沒有人有網軍 藍的有網軍嗎 沒有網軍 黑蘇最大的問題是 連綠的自己都想笑他 連偏綠的 連年輕人都想笑他 覺得 A蘇貞昌 野餘蘇貞昌 烤西蘇貞昌 是一種時尚 是一種流行 是嗎 在綠的裡面也是這樣嗎 有這個氛圍 我跟你講 你隨便在公車上 像這幾天 我早上在等早餐 也是聽到啊 那個蘇貞昌很誇張 跟捅編 我的公司 我都上個禮拜報一個 我老闆還問我什麼 你知道 跟生活有沒有關係 茶餘飯後 大家開始聊了 對啊 上班族會不會報筒編 會啊 會變成我們的話題 筒編是大家的日常好不好 對啊 是大家的日常啊 所以大家會開始講 對不起又有人抖內了 Sandy 葉 葉小姐 你沒有留言 那就回來 謝謝他 就是 所有的黑蘇產業鏈 已經成了 而且這是我跟你講 黑韓產業鏈 是國家企業 是國營企業 黑蘇產業鏈 全部都是民營 全部都是民營 而且藍綠都做 這條產業太好賺了 因為一罵蘇貞昌 哇 流量點閱率 全部都來 你 而且都有討論度 我只要在公司 一講到爆桶邊 我其他人 對對對 那個他很誇張 買個那個 都要爆桶邊 我那禮拜才買個豆漿 回來被老闆罵 會不會有話題 你今天到快炒店 大家 例如點一下 再討論 會不會有話題 所以黑蘇絕對不是我們的原因 是自己造成的 而且現在大家超級討厭他 變成一個風氣 一個時尚 大家開始討論 所以他能怪誰 只能怪他自己 前面你念的那些 全部都他自己這樣造成的 你看這個不滿意度 超越滿意度 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講 你們真的 這個符號是哪個幣 我不知道他是誰 這個什麼幣 這是加幣嗎 不曉得 搞不清楚 那個 我必須跟大家講 你不要看他這樣 不滿意度越來越高 可是呢 蘇貞昌老神在 他根本沒在怕 沒在怕 沒在怕 他過去更低過 他怎麼會在乎這種事情 他在乎的是誰 他在乎的蔡英文 要不要繼續他留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有這個 我插話一下 有這個剛剛講的 有一股氛圍 黑蘇產業鏈 你也覺得傷不了他嗎 我跟你講 民間確實 大家覺得他嘴臉越來越討厭 他自己也警覺到 所以你看他最近 有一些態度轉變 就是他開始變得比較謙卑 他比較會道歉 他比較腰感 就變得比較柔軟了 對 可是呢 那只是做表面功夫 實際上他本人 根本不在意這件事情 他在意的只有一個 就是蔡英文 要不要他繼續留下來 可是蔡英文 最近的一些動作 顯然 至少短時間內不會壞 他妥協了 尤其是嘴言蔡英文 那個動作 就非常非常明顯了 記者在那邊叫他 說那個聽說院長快要被換掉了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結果 那個蔡英文特別過去喔 衝衝衝院長加油 然後呢 他這樣走過去之後 發覺可能記者沒聽清楚 還跑回來 再講說 我講的是蘇院長 你講當然是蘇院院長 不管是精神病院院長 還是什麼院長 當然是蘇院長 衝衝衝還有誰 那為什麼特別要強調 那是講給蘇貞昌聽的 就告訴蘇貞昌說 我照你的意思辦 那蘇貞昌我覺得他們這陣子一定有過深談 這個深談呢 可能是蘇貞昌給他的一種要脅 因為你知道 其實之前前一段時間民進黨內喔 要把蘇貞昌拉下來的力量呼聲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你看他們很多派系已經很擺明了 對外界就已經講他們要把他拉下來 他時間也差不多到 甚至還透過一些放話 在一些名嘴界啊 或是在新聞圈 都放我們家裡很多人都聽到 應該有聽到那個消息了 可是呢 突然間轉變了 好像看起來他至少可以做到過完年之後 為什麼你知道 我猜只有一個東西 為什麼要撐到過完年 這個時間點我不懂 理由很簡單 本來我們的預計是 反正因為要萊豬進來了 那讓他好過年 蘇貞昌就 頂多過年給你個紅包 夠了吧 回家了吧 但現在恐怕不是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迎接何時不會吧 因為蘇貞昌 你知道他是一個脖皮無賴 那他之前 前兩天 那個鄭麗文不是把他2017年怎麼樣 把所有屏東的所有政治人物 一口氣全部罵一遍 從蔡英文到蘇嘉全 到那個潘孟安全部考賽一遍嗎 那蘇貞昌不是不可以再幹一次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把他行政院長的位置拉下來 你有沒有給他讓他一個滿意的 那個讓他好處的話 那蘇貞昌到時候會不會再來演一次 他搞不好就直接 搞不好我在拆啦 這是我個人的篩測 他是不是跟蔡英文講 那如果你真的打算要把我拉下來 那第一個萊豬你自己扛我不扛 我現在就辭職 我就不做啦 你自己去扛啊 萊豬畢竟是蘇貞昌 他最近那麼平凡的道歉的 其中一個他死不道歉的 對 然後呢 他現在就頂住這個嘛 其他我們可以道歉 但萊豬死不道歉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好 你要把我院長拉下來 拉下來的話 萊豬我開始道歉 啊 我如果開始道歉 你怎麼辦 對 他是行政院長喔 如果他開始為了萊豬政策道歉 道歉 那蔡英文怎麼下台 所以我跟你講 蘇貞昌是個老油條啦 他覺得 我跟你講兩個人要相鬥喔 蔡英文不見得鬥得贏他 恐怖平衡嘛 是 所以呢蔡英文現在打開沒力氣 所以昨天只要演那場戲 欸我講的是蘇院長喔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